AudioJungle AudioJungle 第一个时代是北宋,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,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,大体上是晚清岛民国,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,很多人会问,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? 按照现在的观念,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,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,民族有56个,人口差不多14亿,这些好像都无庸置疑,可是,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为中国呢? 当中国不断发展的时候,中国的区域差异,城乡差异,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,就越来越厉害,不平衡的情况下,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,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,凭什么要认同,在什么共识上认同? 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的,我们是谁就可以知道,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,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,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,因此,这就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,第一,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,第二,要认识现在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,第三,要认识中国未来,要如何和世界相处, 因此,学术界会来讨论这些问题,什么是中国,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,显然,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,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,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就讨论了很久,有一些问题,大家觉得,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,什么问题呢? 归纳起来是三类,一类是民族问题,一类是周边问题,一类是国际问题,这些都反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,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,应该怎样安顿自身,这就是我们要讨论和为中国的大背景, 那么,如果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历史问题,会带来什么结果呢? 第一,如果历史学者不讨论清楚这些问题,会使得大家对中国领土习惯于固守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念,第二,如果不讲清楚这些问题,在历史研究中,尤其是中国史研究里面,会产生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意识, 第二,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立场,你就会有意无意忽略边缘的意义,会忽略这些所谓边缘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心,第三,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,可能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挠头的问题,所以,如果谈历史,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,不要用现在国家来倒推历史,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看中国将域的变迁, 对历史中国,千万不要用现在中国的版图,领土倒推,虽然历史中国中心相对稳定,但它的边缘是不断移动的,如果你固执地用现在的领土倒推历史,有可能会产生很多严重问题,尤其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人,我们做历史研究,被强行地化成了你是做民族史的,它是做中外关系史的,那有的历史问题怎么办呢? 比如说,现在很多跨境民族该怎么写,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多问题吗?现在,我归纳一下,中国究竟是什么?中国的内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? 但是,我想,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和角度,最近国际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,就是自从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出来以后,大家会接受一个说法,就是民族国家是近代建构出来的。 但是,即使在西方,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,比如,1991年安东尼·史密斯写的《国族认同》,就针对这个说法进行反驳。 其实,如果从历史而不是从理论来看,单纯是建构,或者单纯是本质的说法,都忽略了另一面。 从历史上看,民族国家有本质的,核心的那一面,也有建构的,想象的那一面,必须要把这两面结合起来。 所以我们说,首先,中国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,自秦汉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来,这个中国始终在延续,所以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。 当然,中国的内核外,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,但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,中国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,这是影响现在中国一个重要的因素。 其次,我们要认识到,维持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,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的,一是制度,二是文化,三是社会,当然还有共同历史。 这和欧洲不太一样,所以,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,请注意不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,中国和欧洲有可能不同。 再次,我们要强调,尽管汉族现在是中国非常大的核心族群,但汉族也是杂柔和混融形成的,没有纯粹的汉族。 最后,你也要承认,历史上中国也经过变迁和扩张,我们也要承认它有殖民,也是一个帝国,也曾经自认为,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。 只是近代以来,天变了倒也变了,我们原来认为是普遍文明的华夏文明,被另外一个来自异域的西方文明取代,另外的那个文明,本来也是地方性的。 但近代以来,它变成普遍文明,而我们这个原以为普遍文明的,却变成了地方文明,这是历史变迁大事。 这一点大家要有理性的认识。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,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,从学术史的角度说,就是我们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,问题意识来自哪里,回应方向是什么? 第一个,我们的问题,意识来自中国历史学界,过去若干年对于中国中国史,以及民族史的讨论,大家都知道,历史学界对中国史,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,应该涉及什么族群与空间的历史。 过去是有很多争论的,比如,谭齐湘先生,白首宜先生,他们基本上是赞同,是发生在现代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历史,都是中国历史。 这是一个主流的看法,谭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,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,而白首宜先生在文革之后,主编了卷制最大的40卷中国通史, 他们基本上持这种看法,也就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,发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。 但是另外呢,以孙作民为代表的学者们就认为,历史中国是不断变化的。 不能把所有的历史都算作是中国历史,也要承认历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国,有的族群是一族,中国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史过程。 当然,我们承认,前一种说法,目的是捍卫现代中国不可分割,有政治上的合理性。 但是这种说法也会忽略一些问题。 第一,用费孝通先生多元议题说来比方,多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,而议题则应该是在建设中,还不是完成式,你得承认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。 第二,如果把现代中国当作古代中国,就出现了汉族是多数民族,其他都是少数民族的固定看法。 因此,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么涉及汉民族,只涉及其他民族。 我觉得,这会不会忽略当时有的民族所建王国,跟中原的王朝,可能就是国际关系,这个大家还可以再讨论。 所以我们说,何为中国的讨论,也是回应历史学界,如何书写中国史的问题。 第二个就是回应中,国政治领域,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,领土的神圣性,族群的一统性,有时候我们太依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。 这种说法,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之间的差异。 请大家注意,我说古代的时候,我用疆域这个词,但是讲现代的时候,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,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。 同时,如果对此不做区分,也会混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,或者说混淆王朝和中国之间的差异,甚至会混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。 所以,我们在某种程度上,要回应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些习惯的,固定的观念。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点,我们讨论和为中国,也是在回应国际学界的一些质疑和看法。 可能大家都了解,现在国际流行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,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,比如说全球史,全球史说到根本就是超越国界,强调联系的整体史。 在全球史里,中国这个概念,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研究,就往往被质疑,又比如后现代,后现代,后殖民,后结构之类的说法,把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单位,比如国家,民族,事实都看成是书写出来的,建构出来的,想象出来的。 它质疑过去的历史观念,也冲击着我们的历史研究,比如,近来对我们形成挑战的蒙元史和清史,美国的新清史把清史不仅仅看作,国一个朝代的历史,而释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,强调边缘的意义,调整大清帝国内波汉族本部和周边一族的重要性。 这些理论、观念和角度,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,历史中国的疆域、族群和认同,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。 刚才我和大家讲,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们,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何为中国,当然是有历史的、学术的和政治的背景刺激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这里不再多说,我就概括地说一下我对何为中国的最终几点看法。 第一,我要强调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,历史上的疆域在不断地移动,我们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倒推历史,把所有在现代中国的族群、疆域和历史都看作是历史中国的。 第二,我也要强调,从秦汉以来,中国已经形成了核心区域的政治区域,行政制度和很强大的文化传承,也形成了华夏观念、内外观念,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中国历史意识。 第三,我们也必须承认,这个核心区域的中国也是杂柔的,它与王朝并不一定重叠,它本身的族群、政治、文化,是一个叠加凝固,再叠加再凝固的过程,或者换句话说,是族群与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。 同样,在这个历史里面,中国也曾是帝国,也曾有征服,也曾有殖民,这跟世界上其他帝国是一样的。 第四,在清代以后,中国从传统,加向现代国家转型,但这个转型过程相当艰难和特别,它不是只有一个脉络,而是有两个交织的脉络。 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,另一个脉络是纳四亿入中华,这两个脉络合起来,你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,和它所带来的巨大问题。 第五,正因为如此,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,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,如何处理这些麻烦,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,这不是历史学家能够解决的来源。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斋,转斋字,思想战线,2017年第六期。